ASCP-054 Water Nymph 雪妖精 项目等级SAFE 都有收容措施 对象被保管于一个外接特殊气候控制设备的隔水房间内 一个装满水的雕饰喷泉被置于房间的中央 维护人员在收容区域内需要穿着NBC防护服 并且离开后必须在转用空干室内停留10分钟 发生这种失效事件时 周围区域应力气疏散 并且以液态氮冲刷房间 应时刻监控并维持喷泉的化学状态和体积 因为ASCP-054对于水纹状态的高度敏感 应使用来自 的泉水 在渐进过程中 ASCP-054对于男性产生了不幸愿感 因此推荐使用女性人员进行作业 描述 在离开水时 对象通常表现为一个平均容量为90公升 完全由水组成的女性人形 亦有可能为其他形态 通常是几何星体 进入水中后 将变得与周遭环境不可区别 由于蒸发 对象必须周期性地回到水体中以维持其容机 于 被发现之后 它被转移到Site08以供进一步研究 对象起初对基金会人员相当好奇 并且看起来很喜欢与维护人员和研究员接触 并且模仿它们的形态 数周后 此生物现在已经自在地注意在日常监视时 留在水体之外 但是在试图研究其组成部分时 仍会撤回水体中 ICP-054表面上是由普通的水构成的 与从相同水源中取得普通纯水相比 没有任何可测区别 在其身体中 没有探测到任何热力学 电磁学 生物学或其他现象 以接触其获得生命的原因 从ICP-054身上挥发出的水分 在浓缩之后 没有显示出任何特殊性质 在导致两名研究员受伤之后 对于ICP-054的实验被推迟了 在此事故后更新了收容方案 对象随后对于男性个体 显示出了不信任何敌意 包括大部分最初的研究人员 对象重新分析为Eucaly 局部传输 音讯记录054J 湿水实验 当切断其与水的联系之后 对象成惰性并且体型缩小 推测其紧密的形状 助而减少受蒸发影响的体表面积 最初几天内 他急切地欢迎任何进入房间内的人 并且表现得很兴奋 这说明对象可能理解 是我们控制着对他的供水 昨天对象听起了这种行为 推测是认识到这种行为与事无补 极端温度实验 我们今天早晨得到了许可尝试零下温度 随着温度降低 对象越来越流生气 并且在 之后完全冻结 对冰晶的光谱观测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收集了冰雪以共的研究 而在95度测试中 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状况 它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并且试图逃出房间 我们提早工作申请 在对象平时的房间内 组装一个气候控制装具 因为它开始越来越不顾一切的反抗 将其转移至实验室的常识 记忆和反射评估 对象对于通过复杂的 迷风和解谜 出乎意料的熟练 Cisco博士 最终通过使用电极 和二氧化系干燥剂 克服了驱使对象的问题 他开玩笑说 我们很快就能训练他检球 在观看了他的方法之后 我觉得他也许正确的 住 允许对象用一个48小时的恢复期 在一周的实验结束时 他看起来行动吃环 酸碱混合实验 最后一条实验记录 我以0.5mol的银酸容易开始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如果这东西像我想的一样 具有自我平衡调节机制 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他是如何维持他的形态的 室内温度被降低至278k 以控制50个小时的 不断增长的不稳定行为 附录054-B 在五年内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后 对象等级在 博士的建议下被下调为SAFE 实验会在生物学单元 一期的支援下重新开始 在接触对象时 延续保持警惕 以上就是SCP-054 简单来说 SCP-054是一个由水堵成的生物 能自由的变形 最常使用的是女性的外形 它原本对人员很有善 但在基金会几个不人道的实验后 造成了意外 使两名研究员受伤 并导致SCP-054对男性不信任 实验也被暂停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居然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人的SCP-05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